大家好 我是Mike 今天我要說的電影就是《倫諾人》 世人怎樣去評價一個人的價值 我想都是不外乎三方面 健康 家庭和事業 但《倫諾人》這部電影 將兩個主角的這三方面都打破了 然後我們看到他們兩個在失去這些東西的時候 到底是怎樣面對的 本來昌明和 Evelyn 都是打算妥協的 但是在劇情發展之下 他們互相幫助 彼此慢慢的振作起來 最後有勇氣去作出改變 例如Evelyn本身有個攝影師的夢 就是因為家鄉家庭的問題 以及因為來香港做工人的身份 令到他份愛自卑 在昌明的鼓勵下 他才敢於去追夢 同時間 昌明也因為 他殘疾的身體 而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在家庭方面 他沒有好好地修補 他跟他妹妹和兒子之間的關係 而他覺得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繼續過著他頹廢的生活 而他一直在Evelyn的陪伴之下 他明白自己其實是有權 可以選擇怎樣去生活的 雖然他沒有辦法改變 他以後都要坐輪椅這個事實 但是 他絕對有權選擇 他怎樣去坐這張輪椅 而故事的結局 就在他們倆的互相鼓勵之下 圓滿地落幕 不知道是不是人的天性 本來就很容易可以幫到其他人打氣 但是往往 你很少聽到 人是可以透過自己來鼓勵自己 而可以重新振作的 雖然這些都是老生常談 但是我覺得 人都真的不應該孤立自己 要不然 本身有希望的人生 都只會越來越看不到希望 好 接下來我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這個電影的劇本 不過老實說 我覺得這個劇本 它的起承轉合 其實不是那麼明顯 不明顯 就不代表我 覺得劇本不好 只不過在看的時候 我覺得剪接好像剪得有點碎 可能是因為有兩個主角的關係 而劇情也想去交代兩個主角 昌榮和Evelyn 本身他們兩個 在面對什麼的問題 然後又要把他們每一個問題 逐樣逐樣地解決 而他們需要解決的難題 也就是好像我以前所說 角色在劇情裡面 需要完成的任務 根本就不一樣 而這套電影 也沒有一個很明顯的主線 給我們跟著 例如《門徒》 我們很清楚明白 知道吳延祖 是需要去抓劉德華這個毒梟 又或者好像婚姻故事 我們知道那對夫婦 最後是要解決他們兩個的婚姻問題 但是淪落人 兩個主角要解決的問題 其實根本就不一樣 眨眼看下去 Evelyn 他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他的夢想 他想成為一個攝影師 而編劇給昌榮的任務 可能就是要他去到 克服心裡面的自卑 想他明白 或者看到 這個世界 或者他的人生 是有意義的 所以 就這樣看下去 我們好像很難 去到歸納 這個劇本 到底想說什麼的主題 在這些情況之下 這套電影的名字 就給了一些線索我們 這套電影的名字 淪落人 而英文 就叫做 Still Human 坊間 我們都見過一些影評 就幫這套電影的名字 就改了一點 就叫做 Still Human Still Dream 似乎很多人 對於這套電影的 Interpretation 都是講人的夢想 但是覺得 其實並不是那麼準確的 當然每個人看完這套電影之後 都可以有不同的感受 但是 我自己就覺得 這套電影並不是 單單講人的夢想 或者人 可以去追逐夢想 這一件事 反而我覺得這套電影的 氣名 Still Human 應該前面是有一個括號 而這個括號裡面 就是 No matter what happen We are still human 無論我們的人生 發生什麼的壞事 我們作為人的本質 其實一直都沒有變 正如我在這條片 一開始所說 很多時候人 都是從健康 家庭 和事業 去定義人的價值 但是如果我這三方面 都不是那麼好 不是那麼成功的話 那我還算不算是人呢 而這套電影 正正就是回應了這個問題 就算我們沒有健康 我們沒有家庭 我們沒有事業也好 我們一樣可以活得有專業 就像我那樣 做不到一個作家 做不到一個編劇 但是我可以去選擇 寫一篇影評 用我的文字 我的知識 來發揮所長 反過來這樣說 如果Evelyn在這套電影裏面 到最後 他在攝影比賽裏面 都是拿不到獎 或者做不到一個攝影師的話 是不是就代表他不是一個人呢 我想這個故事 其實是想強調一件事 人其中一件很寶貴的東西 就是人是有自由去作出改變 就算最後結局 我們可能都追求不了 我們想要的東西 但是作出改變的過程 其實並不是沒有意義的 很多時候我們在追逐目標的過程裏面 反而得到的東西是更多 當然得到的東西都是副產品 我想說的是 最重要的就是人是有一個自由意志 就算是一個多微小 多狹窄的空間環境 時間也好 我們仍然是有權可以作出改變 就參賽我們自己想不想走出第一步 在這套電影裏面 我們看到Evelyn 她本身是一個護士 但是就是因為錢 所以要來到香港做工人 而她心底裡是有一個攝影的夢想 而Cherman送了一部相機給她 希望她可以勇敢地去追夢 而Evelyn 也鼓勵Cherman不要放棄 要相信人生仍然是有光明的 最後我們都知道 Evelyn拿了攝影獎 而Cherman 最終都能夠修補她和她妹妹的關係 也撇開了愧疚 重新抬起頭來面對她的兒子 吳樂人這套電影 在一個半小時裏面 將兩個主角由谷底拉上來 但是世事哪有這麼理想呢 在現實裏面 我們遇到困難 然後振作起來 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時候可能要揭進一身的時間 但是重點就是 你願不願意選擇去振作 如果你願意選擇去振作 那由你作出抉擇開始 其實就已經有意義了 因為你有選擇的自由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覺得我這樣的說法 是很雅精神的 但是我始終相信 人生的意義 並不是要摧毀我們 反而是要建立我們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喜歡我這條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們都like share我這條影片 以及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們下次見 來吧